这里是北海的海城区 带大家来走一走 看一看啊 老城区嘛 这才是北海的灵魂所在地 对吧 之前我拍摄的几条视频 都是在云海区那边赚优啊 完全看不出一个当地城市的特色 它与全国其他城市的新城区 都是一样 都是千变一粒的砖头 防止还有水泥 而老城区则不同了 它是这座城市的最具代表文化核心的区域 这条应该是广东路吧 上次呢 我认错了广东路 然后被网友说了 网上面去呢 有一个好大的工市场 刚才呢 我还去看了一下 发现里面好多的东西在卖啊 改天呢 我单独拍摄一个视频 让大家来看看这里的物价消费 水平是怎么样吧 也让大家呢 有一个参考 在网上呢 我们不是有看到 有很多的民意 当地的人说吗 北海不应该再去开发那些 鸟不拉屎的地方 他们说建那么多的水泥 砖头的俄罗斯方块有何用呢 没有人气 最后呢 还不是多建了一个空城而已 应该把这些资金呢 都投入到当地这里老城区 进行拆迁改造 这些旧城已经是影响了 北海走向现代化城市的发展进程 再加上呢 现在的发展 越来越好嘛 像这些土生土长的 当地几代人呢 多多少少呢 也对北海几十年发展的建设 做出了一些 芝麻 还有绿豆斑大小的贡献 最重要的是啊 也交了那么多的税 但是呢 一点也没有享受到 北海发展带来的 红利 像这里的 人们呢 生活水平虽然是提高了 家家呢 也基本有个百个几十万的存款 像买一台小轿车啊 都减而易举 但是呢 现在很多人呢 都是开个店里 天天呢 风吹雨打 日晒雨淋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找个停车位 实在是太难了嘛 出行一次 还要来回跑到远远的停车场 诸多的不便啊 以其这样折腾 还不如不买车是吧 云海区那边搞了那么漂亮 候鸟的人士 还有游客 随便花了个几十万 在海城区那边 买房子 就能享受到条条马路 通罗马 其实他们对 北海的发展进程 作用并不大 反观呢 这里的交通拥堵 几十年 有一日 还是那些七拐八拐的小巷子 住在里面呢 就像是城中村的寨子一样 房子呢 也都是紧爱着一堵墙的 一到饭点的时候 都是那些油烟味 还有一个呢 就是海风吹的时候 因为附近不是有一个海鲜市场嘛 所以呢 一有大风吹的时候 都是那些 悬鱼味啊 这回合呢 是上下班的高峰期间呢 好多的电动车 这条呢 是北海大道 也有个别人持有不同的观点说啊 他们说那些一家几口 挤在那些小区住宅楼里面 众多的条条框框 活得实在是太压抑了 周深呢 也不自在 何必呢 这里则不同了 我虽然单层的地基面积是很小 但是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可是有好几层的呀 一楼呢 我可以放租出去 二楼呢 我可以自己住 哪怕呢 我不想租出去的 我也可以做一些小行当 小生意之类的 就让我整天都有所好闲 不用干事 我每个月呢 也能基本的保证我 一家几口人的温饱 对吧 还有呢 这里有我从小生活几十年的交据圈 生活圈 朋友圈等等 那边呢 只出不进 然后呢 每个月呢 还要给他们上交电梯费 物业管理费 有时候呢 还要看那些物业管理人员的脸色 对吧 凭什么呢 要花钱让他们管我们呢 而且呢 这里 吃喝住行的商圈都已经发展了 很成熟了嘛 买个菜呢 都方便了 太多太多了 不像云海区那边 吃个饭呢 可能都要交上外卖 夜宵这些就 更不用多说了 晚上一到了十点钟之后啊 空溜溜的城市 宛游巨峻岭一般 公园呢 也不多一个 不像这里 一个成熟的社区 它应该是包括有什么 医院 还有市场 还有学校 超级市场 等等 对吧 这条呢 是体育路 虽然来往的人 并不是太多 但是呢 一楼下面呢 全部是被商家开发成了商铺 不要说 机动车 连飞机动车的车位 都没有多少呢 挤得满满的 都是这些电动车呀 这边呢 就是中山公园 这边的公园也比那边 多了一些吧 那边好像只有西南大道的 中央公园 其他这就没有了 这里是海门广场 话说老城区这片的绿画 做的真是到位啊 橡切树从小就开始整理了 修剪的好像一把大大的遮阳伞呢 还有随处可见的参天大树 都是一些张树 还有榕树为主 看看这些扩散的资条 树林至少应该有50年左右了吧 我觉得三亚可以多多向北海这里 学习学习啊 多种一些能长得很多的叶子的树 用来遮阴嘛 夏天去过三亚的朋友 都应该深有体会 那边的太阳实在是太热 太晒了 然后呢 他们的周边 都是一些棕榈树 还有芒果树 野子树为多 这些树种啊 它不像张树 能长得那么茂密之繁嘛 所以呢 白天的时候 我们很少看到有人到户外去逛街的 反之啊 北海呢 也可以向 山亚学习 因为这里种植的野子树 还有棕榈树 也是比较少啊 这些都是滨海城市的特色物种嘛 准确的来说 应该叫做互相借鉴 更为准确吧 要不然到时候两座城市的朋友 又开始互相掐起来了 这一回合 有好多的老人家 到这里休闲 晒太阳 下棋的 好悠闲啊 往那边去呢 就是中山公园 这一棵应该是榕树吧 上面挂着好多的这些 小灯笼呢 看看这些树叶 扩散的面积 至少有150个平方左右啊 在里面几乎是遮天蔽日 然后那边还有一种是更大的树 应该叫做 枫树还是岩树呢 不太认识 这些树的物种 后方有好多的老人家 在斗地主 除大地下象棋呢 吼 钓了好多的狗啊 狗肉馆 北海这里也这么多的这些 去皮肉馆嘛 我以为只有玉林才有呢 在我正前方的这一座呢 就是英国的领事馆旧址啊 也是西方国家在北海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 是北海近代建筑中的代表建筑啊 向这里渔了50多米 在20多年前呢 这个可是大工程呢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技术还没有那么的成熟嘛 对吧 然后在他的右手边呢 是北海的第一中学 这个领事馆是开放的免费进去参观的 但是因为我时间紧迫嘛 就给大家拍一下外表吧 它是一座两层的小洋楼 面积应该有四五百平方左右吧 来北海的朋友呢 也可以到这里参观参观一下 了解一下北海的历史 然后往那边去呢 还有一个德国的领事馆旧址 这里是北海的火车站 最近呢这个火车站呢 也正在升级改造当中 包括前面的火车站的进站口售票处 都已经是封闭起来了 听说是投资四五个亿准备加宽后车厅 还有一些是站台吧 届时呢北海的运输能力 将比原来这里的提升了一倍都不止 行吧 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